我以委托维权骑士为我的文章进行维权行动,中国美食世界闻名,但是有很多中华传统美食却在悄悄地危害我们的健康,让中国人越来越胖,三高老人越来越多,糖尿病患病率飙升为世界第一。 第一,有很多中华传统美食,在现代营养学看来,都是垃圾食品,但是,很多大众却不知道,还在大量进食这些垃圾食品。 什么是垃圾食品?广传世界卫生组织对垃圾食品的定义,高糖,高热量,低蛋白质,低维生素,低矿物质,低细肥,我对垃圾食品的认识,含糖量高,不好的脂肪,不健康的烹饪方式。 低纤维,营养成分一大部分是热量,垃圾食品往往会有很不健康的烹饪方式,比如说植物油高温油炸,产生反噬脂肪,容易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,最容易致癌。 特别是高潭水化合物,在高温油炸,比如说炸土豆丝,炸油条,很容易产生致癌物质。 这类垃圾食品直接导致的健康危害哦,致癌,心血管疾病,抗药,肥胖相关的耐性性疾病,十大中华传统垃圾食品下面,我统计的垃圾食品,大部分都是高能量,低营养,还有一些不健康因素,比如说致癌物。 一,油脱面等高油面食,其实,几乎所有面都不是健康,为什么要把油脱面放在这里,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吃了,吃完太爽了,还容易上瘾,一个就想吃,我就是吃油脱面胖的。 除了油脱面,还有武汉的热干面,山西的烧子面,各种高糖,高油面食,这些面食里面,会放很多植物油,而且都是高温加热,一般要烧到冒油,才会加入面食中。 植物油在高温下,容易产生反噬脂肪,大大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这些面食吃导致糖尿病,肥糖的罪亏祸首,很多人觉得糖尿病人是因为吃糖太多,其实大部分中国人的糖尿病,都是因为面食吃太多了,特别是老人,里面等精致的主食一定要少吃。 二,麻花,该方醉的麻花,是中国最知名的小吃之一,麻花就是面粉高温油炸的产物。 高温油炸的情况下,质害物大量生成。 最可怕的是,这些油炸麻花的油,一般都是长期使用,不会坏油,但是脂肪会非常多,麻花非常香脆,普通人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,一袋麻花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解决。 三,油条,油条和麻花类似,杀伤力可能比麻花更加厉害,因为吃油条的人太多了。 很多人早餐就是包子油条,很多人都会喜欢这种油炸的口感,香味,充分咀嚼后会甜的感觉。 那是因为油条中添加了明反和碱,油条不只是有高温油炸点粉产生的致癌物,高温植物有产生的反式阶防,还有其他添加剂,比如说里面的添加铝,可能提高老年吃呆的风险。 四,稀饭,八道粥,相比米饭,稀饭更不健康,很多老人觉得稀饭好消化,指望稀饭养胃。 其实,稀饭不仅仅不会养胃,还可能把胃搞坏。 如果你长期吃稀饭,你的胃功能会慢慢退化,最后稍微吃点蓝消化的东西,胃都坏受不了。 稀饭好消化的原因,就是因为它比米饭稀,自然好消化。 好消化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血糖升高快,稀饭的升糖指数比米饭高,糖鸟定人,老人,最不应该吃稀饭。 稀饭的升糖指数八十八,比白砂糖还高,米饭七十二左右。 一般情况下,大约七十,就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了。 值得说明的是,热乎乎的稀饭,八宝粥更可怕。 不,粽子等含糯米小吃,粽子的主要成分是糯米,这是一种精致的米。 把腹皮和推芽都去掉之后,几乎没有任何营养成分,因为糯米富含脂烈淀粉更好消化。 所以糯米的升糖指数也高得吓人,比白砂糖,米饭都高。 好消化的糯米,稀饭的,不仅仅富氧味,还大大提高了糖鸟病,高血脂,心臟病的风险。 糖鸟病人和三高老人,一定要少吃这些食物,和粽子类似的,还有刺巴等等糯米制成的传统美食。 另,胡辣汤。胡辣汤是某些地方的知名小吃,中原地区和陕西地区,很多人早餐很喜欢吃胡辣汤。 胡辣汤之所以好吃,因为里面添加非常多的淀粉,很面稠,还有土豆块,还会配上部分花椒,有麻麻的口感。 当然,除了淀粉和土豆,胡辣汤里面还有一些蔬菜,但是长时间的高温水煮后,营养成饭里少得可怜了。 所以,胡辣汤的真实面貌,也是一碗糖,特别是热乎乎的胡辣汤,更加可怕。 七,冰糖葫芦,小时候,就是我的最爱,每次逛街,看到了总是缠着爸爸妈妈要买,现在才知道,这东西就是一颗糖球。 里面的山楂的营养成分,也小得可怜。 小孩子爱吃冰糖葫芦,因为它酸酸甜甜的,很受欢迎。 冰糖葫芦外面果汁一层糖,一般用的是白砂糖,里面一半是葡萄糖,一半是果糖。 白砂糖吃多了,最容易导致肥胖,脂肪肝,痛风,老人容易粘膏,粘,各种米线,米粉,两本,随便去那个小吃街。 这些食物是最多的,这些食物的特点就是,吃完很爽,酸爽,辣爽,还有高碳水带来的爽。 先不说这里面的冥凡,吊败,盆酸等食品添加剂的危害,只论这些食物的主要成分,就是碳水化合物,没有其他什么营养物质,经常吃,也是高血糖,高血脂的等着您。 这些食物会添加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调料,吃完整个一酸辣爽,会让人难以忘怀。 我一开始低谈你吃的时候,一周可能还会吃一碗,好几个月才介绍米线。 九,各种点心饼干,中国人出了名的爱是饼干点心,特别是很多老人,最知名的点心,就是月饼,每年中秋节都要吃月饼。 这类点心偶尔吃一吃才行,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清楚,他们真的一点都不健康,小时候的月饼就是里面还会加饼糖。 现在我发现,年轻人喜欢吃面包,脏脏包,老人爱吃点心。 很多后辈,非常喜欢对老人送这些点心北京的某某村,以表孝心。 其实,这些点心对老人来说,会大大提高三高,老年痴呆的风险。 这些食物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,吃下去就适藏。 但是食品生产商会把它们做出各种口感,让人欲罢不能。 生,包子,馒头等精致面食,除了包子,馒头,饺子。 这些食品一直被标榜为传统的健康食品。 但是,它们真的很不健康,而且营养也不高。 包子馅和饺子馅,才是真正有营养的部位。 包子和饺子皮,只会给人体提供能量。 脖子最大的坏处就是升高血糖。 早上吃包子,可能会让你很快就产生饥饿感。 中午12点就饿了,到城一天都容易吃多。 总之,下面这些食物,是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,也是所谓的传统美食。 正是上面这些食品,导致高血糖,高血脂,高血压,心脏病。 而这些食物,恰恰是很多中国老人最爱吃的。 我生活的城市心安,大部分人的早餐就是, 包子,油条,胡辣汤,米线,料夹馍,中午饭,就是油锅面,上次面各种面,晚上就是西饭,馒头,咸菜。 这样吃,短期看可能省钱。 长期这样吃,各种代谢病就在等着你。 这些食物的特点,基本上没有营养,没有纤维,没有蛋白质,没有好的脂肪。 生糖指数高,容易肥胖,导致酸高,非常不健康。 关键的瘦龙说,这些食物,大部分都是传统中华美食。 它们之所以流传下来,就是因为非常好吃。 人类很喜欢吃这些食物,因为动物很喜欢吃淀粉和糖,为什么传统中华美食都会以炭水化和煤为主? 因为,我们的祖先以前吃不饱,人类非常喜欢糖,糖会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,吃了糖会很爽。 我们的祖先感觉,只有吃米饭和面,才能真正吃饱。 对于经常吃主食和糖的人来说,只有吃糖才会让我们产生满足感。 大部分人都知道糖不健康,但是,很少有人知道精致主食也是糖的一种,比不说我们常吃的米和面。 在大家都吃不饱多年代,什么东西吃着爽,口感好,就会流行起来,慢慢就会演变成所谓的传统美食。 那个年代,没有几个人了解营养成分,化物质,膳食纤维,质碍物,生糖指数。 所以,大部分传统美食的主要成分,都是碳水化和物,除了一些肉类美食,为了堵住一些杠筋的嘴,我还要说明,这些食物本身没有毒,不会致死。 偶尾吃一吃,没有关系,其实,大麻,香烟等其他毒品也一样,偶尔吃一吃,没有关系。 只是你一旦喜欢上了,就放不下,这些食物就是有这么大的魔力。 如果你每天都吃,年轻的时候,吃几年可能也没有关系,那以后会不会有问题,只能入年好运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